首先呢,我们启动Blender ShiftKey是用来做什么的,我先说明一下 ShiftKey是用来做,比如说你今天想到一个人,他的脸部表情要有动 比如说他鼻子要歪一下,他的嘴巴要张开 那我们一直学到现在呢,其实没有学到这方面的动作 所以ShiftKey就是专门让你做这种动作用 那我们今天先示范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好,我现在呢,进到这个Blender里面之后,有个立方体 那这个立方体,我们现在拉出这边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CommandButton 那这里,有一个叫做ObjectEta 你把它往下拉,有一个叫做ShiftKey 这个ShiftKey呢,我们先按加 这个Basis就是还没动之前,它会是维持这个姿势 那这时候呢,我们再加一个 他们再加一个之后呢,我们进入编辑模式 我按H去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给移了一下 好,那这个移了一下,它叫Key E1,那随便任何名字都可以 那这时候如果我呢 我呢,再按Tab随大物件模式 你会发现,诶,它迷得不见了 那但是这两个东西还在 ShiftKey的Basis和E1还在 那如果我今天呢,选这里 OK 各位,我看到它按照等比例的在移动 OK 那这就是ShiftKey的作用 那各位一定会觉得说,OK,我这样做ShiftKey好像用途不大 那我们先再做一个简单的 如果我今天呢,再加一个 先,先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然后呢,我再进入编辑模式 这时候呢,我不 不再做那个同样的动作 我们改成用面的方式 然后我按G Z,往下压顶 好,这时候呢,我们再按Tab 又恢复了,对 那这时候我用这个Key2呢 你会发现,它会往下压顶 OK,那我这时候如果用Key1呢 它会拉 OK 所以这个ShiftKey其实可以有好几层的动作相跌住 那你要到什么程度,你可以让它处合 备用处合的方式 好,那这是ShiftKey的部分 那另外你还可以设定 就是说最大到多少,最小到多少 这样子它 可以在你控制的范围里面 比较不容易超出 好,那这是 我们看到ShiftKey的一个 简单的例子 但是 我们等一下再用猴子 来做个示范 因为这个立方体做ShiftKey好像 它的动作 虽然很明显,但是 不是很 不是很那个 感觉 很有那个ShiftKey的味道 所以我们待会用猴子再来做一次试试 好,那各位先操作一下ShiftKey试试看